和同学们说声抱歉 由于工作原因不能再教同学们上课 接下来的教学工作会过渡到新的老师手中 从4月份开始我就需要准备录职新的工作岗位了 廖基教习商可能对我比较熟悉 我从去年开始教你们上课 也是我第一个教的班级 我记得当时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课谈 实际讲课经验就开始教你们 算是人生中的第一次课吧 说实在的当时站在讲台上稍微还是有点紧张的 还有一方面因为说实在的 药基方面的课程不是我上场的专业 还是有点会发虚的 不过我还是挺感谢你们的 本来想着下学期应该没有机会教你们上课了吧 毕竟我不是专业的老师 也不知道系里会不会再给我下学期的教学任务 所以也没有给你们明确的答复 说下学期还来不来上 但是其末我还是接下了你们下学期的教学任务 从去年七月份我研究生干毕业 有些同学可能知道 我去年考过你们学校的教师招聘 结果第二名被刷了嘛 毕竟没有什么实际的教学经验 所以有一个外聘教师的工作机会 对我来说还是挺好的 我也没有再找其他性质的工作 毕竟对我来说 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锻炼机会 我想好好的做好你们的教学工作 当我完成你们一学期的教学任务后 你们上学期期末考完时 其实当时刚好我们学校招聘 就在准备我们学校的工作岗位招聘 没有想到被录取了 也没有想到需要三四月份就办理录职 所以这个情况没法带完整这个学期的课程了 物流171和药剂173的各位同学 非常不好意思 在这也说声抱歉 所以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和大家说再见了 谢谢各位同学支持我们最近的网络教学方式 祝福各位同学在不久的将来毕业快乐 也希望同学们将来能够做一个有想法的人 谢谢各位同学 感谢观看